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要弘扬正法 让我们要破除心中的戒地 那些业障要赶快去除 所以菩萨才会 这么多菩萨才会下来 你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借着弟子再分享一个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灵的开示 前边是观世音菩萨开示的 后边是师父法神开示的 开始是这样讲的 听题目 记几句 我经为你受法 兴行的原学之道 佛菩萨大都以正德正觉 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国 可永不灭定或永远灭谈 在世人兴行佛法 一不可执着 爱不起攀缘 三敬无名 四须懂许原无爱的真理 世间一切假象和和而生 唯有空性不生不灭的真理 世人多以直夺兴行 而非兴行 兴行乃是反普归真 喜极心灵的成功 虚懂世间无常 皆有因缘病数 不可逆转 众佛子应速速提升静点 真正的入世出臣 入世间救度终生 而不远成员挂爱 很多人民以修成正觉 菩萨解释道说 大愿修成正觉 一事修成 却日日执着于空向而不自拔 为家庭 为孩子 为工作 为名利 心理本体 必念合合 必成挂爱 变障 一事欲再修也难出六道轮回 不断三乐道 已是大善 也便诸位佛子参抖不起 为师父为救普罗大众 即使分身法术 也来顾抵诸多佛有 亦便法心千万也难以肉身人间 为此为师便借此预言与你说法 带你广而告之 欲成正 欲成正觉 乃至无上正等正觉 虚放下人间 一切人间 律律得失 生起救度 普罗大众 失诚正觉的 广大无碍圆满之心 方能离象 见入正觉的无上佛国 心若有丝毫执着得失 必能入真净的心情之道 为师也能无奈 为师总不能闻人东想法说法 个人因缘果道不齐 真心悟性福德有别 为师也只能法远世间 欲得我永远 圆受圣身因缘的佛子 交一点话 在为师和你师父一体 无事就种 如今莫法莫解 心情的伦多 执着的伦多 真正入世成道的少之又少 念你这次务必广而告之 欲成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必先苦提心智 劳提心骨 仅他人所不能行 仍他人所不能忍 必知无有大话 唯武有身 一向出离 心灭合一 破成人勿真理 勿定正觉和何之道 为师必定加持 凡发心事成正觉 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为师必定以古人间所失 保平安吉祥 化缺骨哀怨 必须早消悦状 内心光明无量 大放光明 在为师与你师父 适度众生 为师必定亲来接你 瓦身晒道 乃至成就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国 若法莫解欲成就正觉 必将成为人间菩萨 调法众生 实戒圆明 为师纪念中国菩萨 互法加持护佑 为师必定里面 广度有缘 化解欲缘 地域有缘 较敌过去生中 所累积的福岛善德 在这一世 功成圆满 修成正果 为不成 不持戒 他吃苦 非光明 念名利 爱成缘 体挂爱 必真性 恶语 两舌 诽谤 而不能成就正觉正果 若因我所受持戒律修行 以你师父正性的法门修持 大成佛法 广度众生 无有不成 必成正果 必得正果 佛菩萨不达妄语 为师更 不会妄言 中佛子世间修行 切莫其攀缘 比较之心 个人渊源使命 早有净数 乃里是修行所得 愿力不可为 不可只看一世之 远远 多少人执着外相 就是你们师父 他也是经历了多少节 生生世世的修行 才有他今天的法身无术 功德身 早修正道 勿拍成员 成就正果才是正道 为师 盼你们诸位佛子 凯旋海会 请进 毕子心中合理 顶礼观世音菩萨 摩和萨 依次顶礼 观帝菩萨 周苍菩萨 观平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 并知道在此 观世音菩萨 受法知识 周围皆有 龙天护法菩萨 护持清心 为首的 为观帝菩萨 和周苍观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讲完了 师父 这个是 弟子当时 觉得是观世音菩萨 假的 是的 师父您开示一下 是真的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 问过了 是真的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 之后 师父您法身 我说 你是观世音菩萨 他过去一个小童子 所以菩萨是很谦虚 老说你是 他的弟子 实际上 你是个小童子 明白吗 感恩师父 师父过去 也说过了 也跟基督 这样说过的 基督一定会 好好修修 跟师父 救度中生的 然后接下去呢 师父 然后师父 师父法身 之后 今后师父法身 继续开始 心理体向 背臣和解 大度能度 康为广度 大悲无我 方为正觉 既心既佛 舍我其谁 既成正觉 舍其忘我 我为说法 法身一同 这是师父您讲的 因为 因为 其实呢 菩萨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如果很多人 丢失了人间 不好好修 以正法 为虚法 就是虚幻了 那你这个人就 就是离开了正法 走入虚幻之中 实际上一个人 要离开虚幻的世界 才能得到真空 所以一个空 是什么呢 空就是能够悟 悟才能会空 所以身悟空 身悟空就是悟空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师父讲的呢 实际上呢 也就是在补充 跟着观世音菩萨 在更多的 在解释这些问题 师父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讲白话佛法 观世音菩萨讲的 都是文言文 基本上属于 讲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师父呢 后来也 弄两句文言文 跟着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这几句话呢 这几句话呢 就是呢 也是鼓励大家 要精进修行 实不待人 明白了吗 时间不等人 明白吗 感恩师父自卑 师父您 有时候开始 也是文言文的 嗯 也是 就是这种文言文的方式 你就是啊